你们好!教导孩子存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但要知道从哪里开始可能会很困难。 在这段视频中,我们将分享十个教孩子存钱的技巧,让他们养成良好的财务习惯,这将使他们一生受益。 1. 尽早开始 你越早开始教孩子们理财就越好。 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也能学到基本的概念,如一元的价值和储蓄的重要性。 2. 使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如果孩子们能看到财务概念如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他们就更有可能理解和保留这些概念。 用你自己的预算和消费习惯的例子来说明省钱的重要性。 3. 树立一个好榜样 孩子们常常以他们生活中的成年人为榜样,所以在存钱方面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勤于储蓄和做预算,你的孩子也更有可能养成这些习惯。 4. 让孩子们参与财务决策 让孩子们在财务决策方面有发言权,可以帮助他们了解消费和储蓄的后果。 例如,你可以问你的孩子,他们是愿意把零花钱花在玩具上,还是愿意把它存起来买更大的东西。 5. 使用零用钱和储蓄罐等工具 给孩子们零用钱并鼓励他们存下一部分零用钱,可以成为教导孩子财务责任的有效方法。 你也可以使用一个可见的储蓄罐,帮助孩子们看到他们在实现财务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6. 玩金融知识游戏 有很多有趣的游戏和活动,可以帮助教孩子们理财。 例如,你可以玩一个商店的游戏,让孩子们决定买什么和如何付款。 7. 为孩子开一个储蓄账户 为你的孩子开一个储蓄账户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存钱的重要性。 你可以帮助他们设定财务目标,并在他们储蓄时跟踪他们的进展。 8. 鼓励孩子自己挣钱 教导孩子们努力工作的价值和挣钱的回报可以是一个重要的课程。 鼓励孩子们从事小工作或做小生意来赚取自己的钱。 9. 讨论债务的危险性 虽然教孩子们存钱很重要,但讨论债务的危险性也很重要。 向孩子们解释,借钱会有严重的后果,并鼓励他们量入为初。 10. 定期重温这个话题 金钱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定期与孩子们重温存钱的话题很重要。 鼓励他们继续设定财务目标,并随着他们的成长和对金钱管理的了解,跟踪他们的进展。 总之,教孩子存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但它不一定是困难的。 通过尽早开始并使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养成良好的财务习惯,这将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好处。 感谢您的观看。